运算值 这个叫钻石运算值 就是这个 这叫钻石运算值 可以简化什么的 范形集合物件的程式 所以将来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符号 它就叫钻石运算值 OK 所以你把它稍微记一下 看到这个符号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在程式里面 刚刚看到的就是Hubset这边 那如果说各位要看更多也非常简单 我前面讲过 你游标移上去对不对 它会有个叫做 它是隶属于在Java底下的UT的 的什么呢 Hubset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它这个类别 里面所有的方法的话 它能够 它能够做到什么 其实很一目了然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怎么样 游标放上去 然后呢 在游标放在里面 大概一秒钟 右下角不是有个这个 就是它的DUX 其实你也不用去想说 它到底有哪一些方法 反正你就是怎么样 看一下就知道了 它能够做到哪些功能 它的Manser里面都告诉你了 除了这些之外 就没有了 反正就一目了然了 你也不要想说 它能不能做到什么 或者不能做到什么 有时候有些同学也会问我 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见得 把这边全部的Manser 全部都记 那我会想要 我会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接触一个新的 新的类别的话 我一定会看它 看它的DUX 我就知道它能够做什么了 我不用去猜测 为什么 就跟你查字典一样 你有些东西 不一定要记在脑袋里面 里面都有资料 所以它能做什么 add 对不对 它能做什么 clear 清除 chrome 它能做什么 复制 这个应该 content is empty 这个刚刚没用过 各位可以排序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 返还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好像也不是排序 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我试过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各位如果有时间 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remove size 大概就这些 如果说不清楚的话 底下都有说明非常清楚 当然可惜是英文的 所以你英文学好一点的话 一定有帮助的 反正看懂 基本上工程师 你们以后 sd 就是follow人家sdk 实际上sdk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你只是做 其实讲白一点 实际上你的工作 就是看说明书 去把东西弄出来就对了 其实很多人的工作 其实就这样 你的工作 你的工程师 工程师实际上就是 看说明书 然后把东西弄出来 其实你就是在做研究 OK 大概是这样子 这地方可以都有答案 所以每一个 你如果不知道 没关系 这边都有答案 那里面到底 这个能做什么 这边不是有说明吗 只是差别是什么 是英文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很简单 复制起来 贴到翻译里面 大概看一下 最好是以后 可以熟悉他英文语法 都差不多 很多